大家好 中國大陸的新聞是字數越少 事越大 那麼如果沒有字數的新聞呢 這個事就相當恐怖了 2018年12月21號 香港媒體說了一個很短的新聞 總共四句話 大陸媒體沒有任何反應 這個新聞是這麼說的 中共央行今日開展300億元7天 200億元14天的逆回購操作 根據測算 央行公開市場 本週淨投放了6000多億元的人民幣 創下11個月的單週新高 公開市場今日沒有逆回購到期 也就是說今日鏡頭放了500億元 連續第五日鏡頭放 大陸A股未見受到逆回購的刺激 上證綜合指數低開0.4% 爆2526點 這個話很多專業術語啊 咱們通俗的說就是 共產黨放水了6000億元的人民幣 市場連個響都沒聽到 波瀾不清 6000億換成百元的人民幣紙幣的話 那可是6900噸吶 這都沒有讓市場動心的話 那能說明什麼呢 說明人民對共產黨的經濟前景是徹底死線了 俗話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共是放水放的太多了 市場已經神美疲勞了 2018年底的房地產都漲不起來 更何況是股市呢 在這個地兒 咱們老百姓可是當過幾次韭菜的 不可能再當韭菜了 更何況呢 你共產黨的地方政府和國企 用百萬億元的這個債務炸彈隨時爆炸 大陸的金融就像走鋼絲一樣的危險 那麼在股市上為國接盤這種事情 你共產黨忽悠可以 咱們老百姓可不想拿出真金白銀 投入你的無敵洞 那麼這個事呢 與美國就形成了新名的對比 上個星期 美國總統川普要在美國 和墨西哥邊境修一堵牆 花錢這個事情啊 不是總統想怎麼花就能怎麼花的 他要國會批准 12月21號 眾議院是通過了 但是參議院沒有達到60票的贊同票 整個政府的預算案都沒有通過 美國政府不分關門 那麼這個時候啊 一名2003年參與 解救伊拉克的這個空軍退伍士兵就站了出來 他發起募捐 支持修強計劃 他計算過 川普的粉絲們每個人捐款80元美元 就夠這個修強的錢了 那麼截止12月21號 他已經籌目到了1200多萬美元 美國人為國修強 這中國人就要問了 你們這是覺悟高的還是真傻的 哎 其實都不是 這就是人家的制度實言 川普花的錢每筆都是明明白白的 如果大家認為修強對美國人有利 那麼美國人就捐款 相對比而言 中共花咱們老百姓的錢 可沒跟咱們商量過 不光不商量 還用這筆錢來鎮壓咱們 縱容官員貪腐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股市上為國接盤 就等於被共產黨賣了 還替它數錢 這種傻事 我們喊口號就好 掏錢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那麼中共自己的貪官就更不可能掏錢了 它貪腐就是為了拿錢享受 它還能把錢再吐回給你共產黨嗎 不可能的 咱們就說個具體的例子吧 這兩天共產黨說要打壓加拿大 可是呢 它一分錢不掏 只是喊著鎮錢想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2016年 一名大陸的留學生 花了3110萬加元 折合1.57億的人民幣 買下溫哥華當年最貴的一棟豪宅 這是誰家的孩子 哪個常委的 哪個政治局委員的 趕快出來賣了房子抵制加拿大 你就是為國賣房 可是呢 我們沒聽到任何動靜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 共產黨不得人心 不光是老百姓的心 關心也喪見 下台是一目瞭然了